好 OK 我們再來互相傷害一下好不好 我講法國 法國是什麼 懶惰天堂 非常的懶惰的天堂 懶惰天堂 法國人他們什麼都要罷工 真的是很不開心的 常常罷工是不是 對啊 像其實我的朋友 他是要回法國看他的爸爸媽媽 然後他剛好他回去 他限定了所有的車票 因為這樣不用浪費很多時間 沒想到他到法國的時候 他們突然間那個火車開始罷工 他本來是火車接客運 他所有的票都買了 當然火車的票直接廢掉了 因為他們罷工 後來他想說那沒關係 至少我客運的那個我想要退 但是客運公司跟他說 不好意思 不是我們罷工 是火車罷工 所以我不要退你的錢 他會問剛我什麼必試 天啊 好討厭喔 學伯伯 負責任的法國人 他是不是超常韓國的 有罵人 真的啊 原來他講的這些 講了這些很商人的話 太商人了 這我不能翻譯的 他就是最後 他就是只能坐計程車到家 一個小時的計程車車成 8500塊 8500塊 隸續不貴 隸續不貴 還是做的 8500塊怎麼會這樣子呢 很喜歡罷工 真的 法國真的是懶惰的天啊 你們 你們的假日是不是都會比 一般其他國家來的 對啊 比如說那個放假 我們一年就可以有 差不多兩個月吧 可是不算假日啊 不是假假日 對...公司有排休啦 你會說年假啊什麼的 或者是你一個月可以有請假 不是請假 這個都不算是國定假日 對 國定假日都還沒有假在裡面 差不多兩個月 這個是一般的人 因為如果你是跟整副 有關係的工作 那他們是差不多四個月 所以 然後跟整副上班的人 他們8點半到工作室 我要先去喝咖啡 因為很累 然後要開始工作 一個小時 你要不要去醜鹽 那他們去醜鹽 然後是怎樣 他們真的很懶惰 然後最誇張的在法國是 如果你完全不要工作 那你也可以 因為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工作 那整副也要給你一個補助 一個人600歐元 差不多兩萬塊 然後 然後有一個補助是 大家都可以拿到的 是如果你的薪水不夠高 那他整副可以幫忙你付房租 那一個人可以拿到300歐元 300歐元差不多一萬塊 所以總共一個人如果完全沒有工作 那就可以得到900歐元 900歐元差不多 所以如果 對 然後如果 如果妳租房租的話 還有地獄 也要工作 對啊 所以總共一個人如果完全沒有工作 那就可以得到900歐元 900歐元差不多 所以如果 對 然後如果妳租房租的話 還有地獄 也要工作 對啊 對 如果妳有好孩子的話 那每一個孩子要加 可能300歐元一萬塊這種 所以那個想像那邊 因為我有一個表姐 她有三個孩子 那她每個月可能得到 留到七萬塊 然後她有很大的方式就沒有工作 哇 這真的差滿多的 我們看到 其實真的 有些時候真的要多看 多去跟世界上面其他地方 其他國家去比較看看 就會知道說 其實台灣還是蠻不錯的 然後 他們的優點 我覺得我們也可以學習 對不對 我們還是有需要加油的地方 好不好 今天要謝謝所有 外國老師的分享好不好 謝謝 下一節來 拜拜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和妳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很重要的理由 NCC關中天 沒收新聞自由 媒體寒蟬效應很嚴重 但是中天堅守第四權 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份力量 現在要分享一個 但是我們會流進去 來 給大家學習 在這邊 我們會有 還要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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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